今天我們很荒謬地做節目 因為我們要向現實低頭 因為不知YouTube說什麼 我們唯有盡量不黃標 唯有盡量犯人 這條片已經拿了黃標 這麼快? 是呀 開波只按了音樂三分鐘就拿了 基本上每天都是 因為他可能第一 有人就幫我們天天投訴 是吧 那這些 但是他節目都未開始就可以投訴 是呀 OK 就是出了一條連結 他就可以按 還有他指其一 第二 就可能根據check record點 因為他們沒有條片 也不是黃標 就照黃標你 好 跟著就是 因為黃標會少廣告 是 還有少了一些多收入的廣告 OK 我要這樣跟大家說 不要想著這些一定是共產黨 五毛 可以是Haters 而這個Haters 可以是民主派 可以是自己有 可以是自己有 當然 話給我吊完之後 心心不分 又或者是你的女兒 找你算帳都不等級 嘩 那我不知哪個退多一點 對不對 真的很難說 是 一定是你的女兒多一點 如果你要這樣說到這樣 好了 Anyway 黃標我們會少廣告 希望大家繼續去support 即是Superchat 但台費你又不願付 東西又不買 OK 那Superchat多多一點做點事 這陣子Superchat是少了 因為我們少了唱歌 我現在才發現 原來大家是這麼愛我們的歌聲 好了 3月18號 暗週是有最棒的分析 不過暫時的影片就沒有了 不知道待會不會有 OK 暗週金龍說算 黃就黃 我們都是唯有算 不過希望大家可以在其他方面支持 因為沒有廣告 而Superchat又沒有的話 真是很嚴重的 很難頂的 其實我們一直以來 我都容然堅持 今天我跟女友傑談電話 遲些我可能會發展 大家既然這麼喜歡移民去台灣的話 我唯有搞了一份 他都說 你沒有辦法計算 所以我第二個計劃已經是 我有兩個計劃 第一個就是直接接台不能做 OK 第二就是可能會重回網台伺服器時間 唯一的考慮是接觸面 是小了 但是如果大家的技術 稍為厲害一點的話 其實我覺得可以命聽這麼多人 老實說 如果你一定在YouTube這個頻道 才會看 這是你的技術問題 不是你喜不喜歡的節目 如果你是喜歡的節目 你只不過去另一個網站看 不是YouTube看 是沒有分別的 但是在推廣上 可能會差一點 那就要另外多些功夫 比如share share Facebook 賺點片段share youtube做短片 之類 我們都要慢慢慢慢部署 如果不是這樣 被人捏著喉嚨 我不想學有KOR 自從有黃標之後 嘩 你了 什麼異語言 不算粗口 甚至乎是 言論 為什麼呢 言論 都可以引致一些 不是粗口的事 言論引致一些人的投訴 如果我們 譬如剛才 根據今天的經驗 推播三分鐘之後 還在播音樂 就有人投訴 而他 不會說你清白 他好像政府一樣 他是有投訴機制 不過當他解除投訴 譬如我不要說很久 三日後 你的觀看數就沒有了 就算觀看數 我都計算到你 但你沒有放廣告 那些觀看數算是什麼 就算他有放廣告 即是說說就算 其實就不會放 他放一些不是很多錢的 廣告 當然你又不能夠排除 youtube現在在玩東西 因為既然現在 周圍的廣告收入都大跌 我於是 純粹推薦 想將一些 他不喜歡的網台 不喜歡的聲音 踢走 我就不會用這種謀論 因為如果你說 網台廣告收入大跌 youtube可以減廣告費 吸引多些 平時不會支持商戶 或者去下多些廣告 下長些合約 更加不會跟 好像我們這一類型的節目 去割席 雖然 在整個世界大勢來講 政治一定是政治評論 一定不是熱門的題目 而廣東話的政治評論 更加在整個集團來說 不會是熱門 但如果 以我對美國 對生意人 一般做生意的手法 他應該每一個地方 每一個地區 或者亞洲區 一定會有一個自己獨立的 職場 他也要交數 為何會表達小林的廣告 或者有些節目 會跌倒 或者提供出來的節目 視頻會少了 他們也要去考慮 當然 會不會是因為 有些藍絲的節目 頂到呢 我就不敢這樣說 有些藍絲KOL 但藍絲KOL的節目 有多少人看呢 很多人看都好 我想香港人看得不太多 始終香港人都明辨是非 我們生活在這裏 唯一就是海外用戶 因為海外用戶很多 包括馬來西亞 美加 澳紐 台灣 有些人移居到那邊 仍然是好想支持建制 是啊 好想多 他們更加喜歡看更多的影片 還要互相 互相恭喜 臨美重的家具 什麼好人一心平安 以為自己好想有善 老實說 我屌你老母 基本上 你支持建制 這就是含糕 說什麼都浪費 有很多說話 只不過是因為做節目才說 懶想和平博愛 那些人是要死的 屌你老母 我是少有人性的國家 屌你老母 你想心一層 如果你想到 反正都是死 我不能夠什麼黨性 什麼大國 浪費了 那些是含糕的產 其實說真的 你怎會在這個情況下 支持建制 就算建制很好 你應該反應建制的 人 有什麼想法 你不會喜歡被人管 賤人 屌你老母 有這麼賤格的 屌你老母 真的想起都不想起 有觀眾叫你 入正題 入正題 這麼想快 剛才那些是正題 說到我們整個台的生死存亡 這些不是正題 是什麼 今天youtube都沒有通知 今天有 你說怎麼讀 他名字 你怎麼讀 你怪不懂他名字 一堆英文字 今天是有人說 如果你說粵語是少數的 我們唯有用普通話做節目都可以 開頭 這樣說 大家當然會笑我這些普通話 但是開頭可能大家聽不明白 是 你做得慢慢習慣 好像鄧小平 大家同文同種 我希望我們的聲音可以傳到北京 遼寧 浦東 不知什麼 靈下 希望大家不同 說出來都是芝拿一族的人 不要不認 我屌你老母 我現在最認真的是什麼 我最認真 我現在很害怕 我真的很害怕 我會將恩愛成恨 第一 香港人差不多九成九 不肯認自己的芝拿族 我就認 我和我兒子都說 你是賤種 你記住 你老母你記住 永遠 always follow the right 永遠跟著那些白種人 雖然有時候你都很害怕 但是都是 去到生死存亡關頭 屌你老母 都是高利三線 沒得怕 第二 我很害怕我會成為反你的人 OK 喂 真是不想好制 屌你老母 你真是要打之拿國 就算你說不用武力 打太屌你 你一定要他 復服他的協議 一定要逼人去破產 含家屌 屌你老母 喂 似乎 我們那個 推播又沒有了 推播真的有些問題 搞到我們觀眾的數量 就是減少了 無論如何 我覺得大家其實就不用推播 到時候到後 就去YouTube搜尋 啤梨頻道 你不懂得打字的 按一按那條search bar 即search bar 就是最上面白色的那條 它旁邊 你按走一個交叉 你會看到有個 好像咪咪那樣的東西 你對著它說 啤梨頻道 那你就能進去 所以我現在在說 好像是多瑜 因為為什麼 聽到我這番說話的人 都可能進來 但我當是 可能會有 一些看重溫 是 那你們其實到時候 六點鐘進來就可以了 如果要靠 互聯網 互聯網最大的 witness 最大的弱點 就是因為 其實除了 蘋果凍之外 其實差不多沒有什麼 哪一個新聞 包括立場 立場好些 有些自己記者 是真的可以自己做到新聞 是 眾新聞可以 但是似乎 一代人的思維 我應該要跟大家說 那 他們不一定是錯的 但這個是世代之爭 沒有辦法的 扭轉不了他們的想法 譬如我們認為 要先顧好自己 我想現在這個 他們也會認同 但是 你看到他們的種種動作之中 那種大中華膠 即大中華的情意跌 我不要用膠 他們仍然有 沒有辦法 無論是在公在私 即是可能是私利 可能是公眾上 也好 OK 但是 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Badding頻道 好像今天說 只剩下7000多人 比平時少了4-5千人 最少 在這個時間 我們是要 慎重考慮 新廣播的形式 是不是我們可以 好像 現在我們出的 即是不要經常被YouTube 拿著一個窗戴 他推播就推播 不推播就不推播 一不推播就打電話 我們已經找到 在Google做的朋友 跟我們理解一下 到底是甚麼情形 我們可以 即使稍後 決定了之後 譬如在現在的 那條Bar 即是在贊助的 老友贊助 那條Bar 推出我們的網址 希望大家可以去多些 我們的網址 或是遲些 我談到一個伺服器的問題 我會在兩個情形 我會在伺服器做節目 兼顧在YouTube直播 同一時間 走兩樣 走兩條路 慢慢慢慢 從那裡開始 三個月後 就慢慢慢慢 YouTube少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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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Tube再少些 明天都不是那個情況 譬如有些人說 為何我們這麼好 有啊 六點鐘就有 他為何要六點鐘 你六點鐘進來 慢慢慢慢等到你過來 然後最後我們可以 放棄了對YouTube的依賴 這件事都是一個很重要的負擔 因為沒有YouTube的收入 對我們是沉重的打擊 但是錢 我們再想另外一個方法 或者希望各位網友 慷慨解囊 但是你說要我們捏住來做節目 就不可能 更加不可能的就是 如果我們要我們做節目 我就寧願不做 那就更加不可能 也沒有這麼多錢 但是 我的印象之中 我昨天都說過 如果回到我們香港做節目 我們會做得開心很多 至少唱歌跳舞講電影 講話劇 大家要知道 每一個人都有幾面的性格 你又哪能夠猜得到 我啤梨是一個熱愛藝術 和文性的人 是吧 好了 其實我們出來 這裏差不多 不是差不多 過了一年 其實呢 特別是現在YouTube 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真的能夠 foresee到 我們的收入將會大減 其實過了一年之後 我們的會員 自動轉帳的安排沒有問題 但其實我們大部分的會員 都是給年費的 是 我們來年費到期之後 我們的同事 就會E-mail你們 或者WhatsApp你們 我不知道 應該WhatsApp好些 我覺得 就會提醒你們 是你們的年費到期 希望你們再給回年費 我當然歡迎你們 上席總部 給現金 給支票 或者其實也可以傳入 我們的戶口 我想我們的同事 都應該有做 給戶口 你傳入 之後拿回收條 Pay Me也可以 Pay Me也可以 Pay Me也可以 我覺得都是最好用 去銀行的 去銀行 Pay Me 如果Pay Me 你Pay Me之後 都要CAP一張圖 在手機上 對手機上 送給我們 我們要對老數 我們可以開回戶口 給你們 OK 當然最好 記住 可以的說 可以的說 用跪圓機過數 入現金 譬如入多兩元 一年是9998 就盡量不可以排隊 因為其實排隊 每一個交易 我們要付錢 而且不少錢 OK 希望大家起碼可以 在年費 月費 那裡做一個 某程度的基礎支援 如果不然 由我們不斷擴充 紅心勃勃 到審視危機 因為這是想不到的 YouTube去玩這樣的動作 像今天現在 5925 是比我們同一時間 是少了足足一半人 OK 我不知道 YouTube自己可能覺得 反正你們黃標 我都沒有收入 你們少人關我 因為YouTube來說 其實如果給他的伺服 要負擔你 萬多人進去 而他又是黃標不放廣告的 OK 那麼 這一宗生意對他來說是虧本的 越少人進去 他可能越好 嗯 大家要搞清楚這件事 我當然明白了 但是怎樣 誰再決定誰是黃標 這個是YouTube那個 負責下廣告的人 是個人想法 我告訴你 起碼在香港 現在這個時刻 你在我啤梨 漫步到下廣告 當然有你好處 我啤梨賣的東西 賣到通街通巷 賣到金七招牌 人人阿伯 表達直樹母子 你如果能夠把廣告 放在啤梨漫步那裡 針對性的 我覺得對廣告商 對YouTube 對我們也是很有益處 但是就是因為你個人 對於那種 用了一種舊思維 去思考現在這個市場 你可以這樣說 你老實說 你一天就算不推播 甚至禁了別人進來 搞到我們沒有人看 你以為沒有地方留人嗎 自然有留人住 是 是 我希望大家 最簡單直接的方法 就是每晚到六點鐘 不要說話 直接就入YouTube 搜尋 啤梨頻道 看到那個Live 那個字 你就卡進來 OK 也可以的話 未付費過的會員 我希望大家可以付費支持 你一個星期有五天節目 每天有三四個小時 還加上林康正的追逐消息 保守一兩小時 其實是足夠的節目 你不喜歡聽 可以聽得少些 但你要聽的話 你有六七個小時的Entertainment 你這樣去計算 一個月不用九十元 即是除開 是不是很划算 這是一個方法來支持我們 當然 當然 稍後 如果我們的伺服員 自己可以談得到的話 我們都希望在兩邊做直播 同一時間在我們的網站 OK 亦都會有YouTube 雙頭開 如果不是這樣 我們搞不定 你三天 你這麼多花神 如果我是YouTube的廣告部 又是看著香港的 凡親這些網台 還要有黃台 不是黃台樣子 是黃台 放多些廣告 黃色經濟圈 你還想依賴 那些大陸的東西 你為了這麼多年 現在發生在眼前的事實 搞得到你 混蛋 你還看不到嗎 不要這麼短視 OK